这节课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探索性的数据分析 就是这个EDA 首先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套路 先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背景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咱们还是先说一下这些库吧 这些库都是跟之前一样的 还是把我们那些最常规的库 Metplot, Zebra, NumPy, Pandas 把我们这些就是数据分析当中最常用的库给导进来 这些安装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咱们把Aniconda ProMate打开 缺哪个安哪个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就是要给大家说的一件事 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库吧 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这个库其实在我们安装的时候 如果说你安装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或者是下载的时候 因为这个库有些都是国外的 然后有的时候你下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ledout 这个时候这块有一个主页 我把这个主页复制下来吧 这个主页里面它包含了很多个python库 基本上就是说你现阶段能用到的 或者说能找到的都被这里收入进来了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边 比如说你想按一个tensorflow 咱们就直接在这一搜 然后直接点去 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安装 然后这里就是看自己版本的选择 它有一个CP35或者是CP36 代表着Python 3.5或者是Python 3.6 有的也是支持Python 2.7的 找你对应的一个.whr文件 然后下一下来 下一下去之后 比如说你给它放到C盘里 放到C盘之后 你打开那个Promate里边 进到那个C盘 然后PIP install 把这样一个名字复制下来 直接安装这个whl 也可以进行一个python库的安装 这里反正就是一个可选的方式吧 我给它打个注释 到时候如果说 大家想去装这个库 就是你不想去用那个Promate自己下载 可能自己下载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是版本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就是先把这个库下好 就是打.whr文件 然后进到目录当中 我们再进行安装 这也是可以的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 今天这个故事的一个大背景吧 今天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组织 叫做FAO 这个FAO 它全程就是一个农业粮食组织 这个组织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反正对这个什么农业粮食 我估计大家也不是特别熟悉 咱们的目标还是说 对于这样一个数据我们该怎么样展开一个分析 首先上了它的官网看了一下 然后看了一下它的一个主要目标 这个农业粮食组织 它有三大主要目标 维护世界和平什么的 第一要消除饥饿 然后粮食不安全 营养不良什么的 消除贫困 然后自然自然的可持续利用 那其实就是说 你怎么消除饥饿粮食 一方面是说靠你政府 靠你人民要做一些事情 另一方面就是说 你要做一些事情 怎么去做这个事 政府和政府 其实它还得想一想 我要去消除这个东西 哪些指标出现了些问题 或者说我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做 能使得我这个事做得更好吧 那怎么办呢 它肯定也得分析一下 在我近年的数据当中 我的一个水资源利用的情况 水资源利用的一个情况 跟我人均GDP的一个关系 然后饥饿程度和我贫困之间的关系 然后城市和乡村的一个关系 还有这些什么土地空气水 这些利用的一个效率 还有就是不同国家的一个对比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数据当中是有的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当中有的这些指标 来给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那下面他又对这个注视了一下 就是说为了支持这个目标 他们的国家的宪法又说了一些什么事 这个我们也不管 反正就是直接给他翻译过来 就是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这个农业粮食组织啊 其实我们下到可以就是下载到的数据啊 还是很多的 它包括了很多就是一些关于水 还有关于人的数据 比如说关于水的 有这个水的一个内部啊 跨界的啊 一些总的利用情况 它的用途啊 按各种部门各种来源 废水灌溉还有水被 还有水的一些机构之间的关系 一会儿呢 我们在数据当中啊 都会看到这些数据 不光有水的一些数据啊 还有很多人的数据 人口的总量啊 还有咱们人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人均的GDP 还有那个人类的一个幸福指数 健康指数 性别不平衡指数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数据啊 一会儿大家都能看到 那比如说啊 这个数据来之后 因为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探索性的分析嘛 探索性的分析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想找一下里边 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可以被我们以后去用 比如说我现在暂且啊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水资源的供应 或者是用水的一个情况啊 多少 跟我们人均的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有没有关系呢 先随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带这些问题啊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这里啊 那这里啊 就是因为大家 嗯 下面啊 没有下面这个东西没有翻译 就是把原始的一个EDA 就是咱们要做的一个探索性数据分析啊 它是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里给它拿出来了 嗯 这里的意思 它就是说 你要做一个探索性的数据分析啊 需要做出来以下的几点啊 给大家简单的捞两句吧 比如说啊 首先你要提出来一种想法啊 你要去做一件什么事 然后呢 对于数据啊 你要不断的去讨论啊 会去深入到数据的内部当中 比如说你把数据给它展示出来 探索一下数据啊 每个变量之单变量之间的关系 再找一下不同变量之间的一个啊 不同就是他们的一个整体组合的关系 有什么样 再去看啊 他们不同变量之间的一个相互影响 最后呢 我还需要把数据啊 在不同的维度上都进行一个统计 还有分析的 这里啊 就是概括一下啊 这些啊 就是这个EDA啊 它这个阐述完之后啊 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一会儿呢 我们也是要基于这样一种方式啊 去做 单变量之间的关系啊 然后不同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不同维度上都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的 那当我们啊 就是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就是按照一些流程 比如说 首先呢 我们提出来一些想法 按照这样的想法进行一个 进行这样一个探索 然后呢 我们可以啊 把中间的结果记录下来 展示一下我们不同的一个结果之间的一个交互的关系 最后啊 我们再把它就是所有的结果组合起来 做这样一个可乐化的展示 这些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流程啊 就是咱们的EDA探索性数据分析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没给它翻译啊 我怕这个东西翻译完之后啊 会产生一些奇异 所以说就把这个原文啊 直接给大家拿过来了 这个EDA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下面啊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啊 该怎么样去做呢 在这里咱们上节课给大家讲过了 咱们可以做这个tinydata吧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作为数据啊 做一个转换 tinydata就是说 把我们的数据做成一个小块 一个小块的模块 不同模块分别进行分析吧 然后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transform transform的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数据啊 可能在某个维度上 它统计的指标 哎呀 不用不是特别容易观察 比如说这个数据 我能不能对它做一些标准化呀 或者是皈依化 让这些数据更容易进行统计和分析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数据啊 进行一个transform 进行这样一个转变 然后啊 有一些变量来说 嗯 这些变量来说啊 有些时候它是一些连续值吧 连续值变量啊 有时候不太容易适合咱们观察的 我们可以啊 把这样一个连续值变量 进行一个离散化 比如说 做出来很多的病子 每个病子里边 是我连续值当中啊 自己指定出来的某一个指标啊 连续值离散化 也是咱们经常啊 会可以考虑去做的一件事情 种类 如果说啊 在一个特征当中 或者是一个单变量当中啊 涉及种类太多了 比如说涉及到了十几个种类 那有些时候啊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只考虑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但是它涉分的就会太细了 分的太细的情况下 其实有些时候是不利于我们进行分析的 对于这种时候啊 我们也得考虑考虑 要不要把这些就是 就是有一些不同种类太多了 能不能进行一个合并呢 合并啊 也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这些啊 就给大家先列出来一下啊 我们这个EDA啊 该怎么样去做一件事情 给大家先概述了一下子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啊 按照我们的常规套路 我们需要把我的一个CSV文件 给它拿过来吧 这里啊 就不给大家打开看这个CSV了 就直接通过我们的Pandas啊 把我们的CSV文件给它读进来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啊 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前五条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啊 有一个指标叫做一个country 然后啊 咱们先前五条数据啊 它这个是按照一个字母开头的 它包含了很多个国家 就是有欧洲的 然后亚洲的 非洲的 这些国家都是有的 还有一些美洲的之类的 country里啊 第一个国家是一个阿富汗 然后呢 其实这里啊 包含了一百多个 就是不同的国家 然后啊 就说了一下 当前这个国家 所属在世界上的一个区域 它是ward的 咱们它是一个 属于这样一个亚洲的区域 然后啊 这里有个variable 这个variable里啊 一会儿要给大家 着重的看一下 它里边啊 就是包含了很多种统计的指标 一会儿咱们就 不同的统计指标 咱们都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variable的一个 就是计算的一个单位 或者说对variable 进行一个 就是解释说明吧 它俩其实表达的是一层含义 就相当于左边是一个 呃 变量 右边呢 是这个变量的一个解释说明 比如说啊 这个呃 所有的一个区域 那后面给你解释了 呃 在这个国家当中 以这个每一千公顷为单位 说了一下 这个国家 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 后面啊 就是有一个时间戳 就是说呃 我们有一个时间周期啊 比如说第一条数据 统计的是在1958年到1962年 这一段时间区域内 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国土面积的情况啊 一会儿我们还能看到很多 就是关于自然情况的情况 右边呢 有一个year measure的 就是说这是1962年进行一个统计的 value啊 就是说当前的一个值是等于多少的啊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变量 它所的一个得出来的值是等于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data的一个shape data shape啊 还是蛮大的 各十百千万十万 一共14万条记录 每条记录啊 它底边都包含了七条内容 就是呃 七条内容啊 其实它包含了一个不同时间的 然后某一个国家 在某一个变量上 它的一个指标是什么东西 那看完shape之后 我们通常可以看一下它的info吧 就是说当前啊 我的一个值啊 它的一个取值吧 比如说country啊 还有这个region啊 它都是一个object类型 然后还有两个 就是一个year 一个value 它都是一个flow类型 下面还告诉你了 就是当前的这个data啊 它占用的一个内存是等于多大的啊 咱们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数据